大家好,我是Alvin,Dr.Well的总裁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大马人师承股 我不是马来西亚人,我是新加坡人 但是我在想,如果我是马来西亚的投资者 我是会想投资在马国的股票 还是会投资在新加坡的股票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有明确的答案 我就在这里分享两大要点 这个是免责声明,停播看一下 第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马币对新币长远下滑 这个大家都可能认同的,对不对 如果我们看这十年来,新币对马币已经占了29% 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长 所以如果你把投资 你的投资是用新币来计算的话 你也会享有这个汇率增长的回报率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点 第二点就是新股回报率也较高 我就拿三个公司,六个公司来比较 在不同的产业,好不好 所以第一个就是银行业 马来西亚银行对比新展银行 这两家银行都是在各国最大的银行 然后我们也看房地产商,IOI产业,以及凯德集团 这两个房地产商也是在各国是最大的 然后最后我们看这个房地产信托基金 这几年来这个信托基金都很多投资者看好 所以我们也做个比较 KLCC产托以及凯德综合商业信托来做个比较 所以这两个也是数一数二 在各国的数一数二的商业信托 所以这个都是很有看头的这个比较 好不好 我们去看第一个 马来亚银行以及信托银行 我们就从十年这个时间来看一下 那个蓝色的这个标图就是这个信托银行的那个股票的趋势 所以他这十年来也涨了百分之一百零二 而这不止这个这个不算那个股息哦 只有那个股票的增长率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再加股息的话 他的那个回报率会加更高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马来亚银行 这十年来他的股价其实是跌了百分之二 你这十年来如果你不算股息的话 你其实是亏钱的 所以你看在银行业连那个最大 马来西亚最大的银行对比 新加坡最大的银行 他们的那个股票的成绩 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 好不好 来我们看第二个 那个房地产商的那个股票的成绩 我们只能看六年 因为这个IOI产业在六年前才上市 好不好 所以我们只有六年的那个比较 这个凯德集团是那个蓝色的线 他已经这六年来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 然后这个IOI产业也是下跌的 亏了百分之四十九 这六年来 所以如果我们不算股息的话 这个是亏一半了 这个IOI产业是亏一半了 所以这个股票的成绩也是有一定的差别 在这个房地产商的方面 最后我们就看这个KLCC产托 以及凯德综合商业信托 这个比较就比较接近 对不对 因为一个是跌了百分之六 一个跌了百分之九 所以KLCC也是差了那个百分之三的那个成绩 我们都知道这个信托基金 它的那个股息是挺高的 一年可能会有百分之五 或百分之六的那个股息率 所以如果我们不要算那个的话 他们的那个股价其实是挺平稳的 没有没有多大的波动 好不好 所以上下一点是难免的 但是差距应该是不会很大 这个七年来的回报率 他们虽然那个差距不是很大 KLCC产托还是输了一点 输了百分之三 所以我们就比例来说 好不好 就拿这三个产业来做个比较 我们就看那个银行业先 马来亚银行以及信展银行 如果在2011年 你用一万块买入马来亚银行的股票 在2021年 你就有了9788 所以我们记得这不算股息 如果你算股息 其实你赚钱的 但是如果你只算那个资本增长 就是那个股价而已的话 你是亏钱的 你的一万块十年前 变成今天的9788 当然感觉是不好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在2011年 把一万块换成4218块新币 投资在信展银行 然后现在你就有8520块新币 你的那个股值是8520 然后你决定把它卖了 把这信展银行的股票卖了 把这8520块换成麻币26000 因为那个汇率已经增长了 你的新币增值了 所以你会有那个增加的 增加的那个回报率 在那个汇率的增长方面 好不好 所以你看这个对比 一个是亏钱的 一个是涨到了 26000 26000块 所以那个差距 差距是很大的 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房地产业 就是Ioy产业 以及凯德集团 如果你在2014年 投入1万块 在Ioy产业 现在你就亏了一半 只剩了5100块 然后如果你把那1万块 7年前换成新币 3900块 你现在的那个凯德集团的股票 就已经值得 值了5049块 然后你再换成麻币的话 你就拿回15000块 这是差不多三倍的那个差距 所以这个差距也是很大的 好不好 最后我们就看那个信托基金 记得它的那个股票的成绩 其实它们的差距是不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我们加入了那个汇率 兑换率的话 那个增值的回报率是不一样的 就看了KLCC惨托 如果你在2013年投入了1万块 马币 你现在只有9136马币 我们不算那些股息 这七八年的股息 我们都不算 只算了一个买进跟卖出的那个差距 你其实是亏钱的 然后凯德综合商业信托 你就把1万块换成4000块 新币投资在这个凯德综合商业信托 你现在就有3839 你是亏了一点 好不好 但是因为你的那个兑换率 汇率增长 那新币的价值增长了 所以换回马币的话 你还可以拿回11849元 所以你其实还是赚钱的 从那个汇率的增长来提高你的股票的价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例子都是赚钱的 对不对 而且这个都是各国最大的那些集团和企业 所以我觉得投资在新加坡股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投资在新加坡股是值得考虑的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新币 我们向前看的话 新币还是会持续对马币升值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你可以 你可以觉得我是错的 但是这是我个人观点 我觉得它的那个趋势是还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这个可以带给你汇率回报 所以不妨把一些资本投资在新加坡股 你的那个回报率会更高一点 对不对 而且新加坡仍然是亚太其中一个中心点 很多跨国企业都喜欢来新加坡发展 而且因为新加坡有一个挺好的名誉 在这个企业的区域化发展 潜能也会较高 所以它的那些企业会有比较高的几率 增长它的那个扩充它的营业 然后它的股价就会升值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可想有更高的资本增长 如果你再加在一起来 汇率回报跟这个资本增长 两个都比马国的股票来得高的话 你的那个投资股票 在新加坡股票的那个增长 潜能会是更高的 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觉得投资在新加坡股 如果不是不需要全部的资本都投资在新加坡股 哪一部分的那个资本投资在新加坡股 其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方面 好不好 这就是我的分享 我希望你能获得一些知识 然后可以更好的进步你的投资的那个旅程 好不好 谢谢大家